你没有在医院陪你妈吗 我妈的病情已经稳定了 哦 离婚吧 你说什么 丁云 我们离婚吧 你要跟我离婚 对 你说你可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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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哭 你可别哭 你现在要跟我离婚 你别哭 你现在要跟我离婚 我没有骗你 我说了我想忘掉她 我也努力地去忘过 只是没有做到 而我想离婚跟她 没有任何关系 那是为什么 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 你不爱我 我也不爱你 何必还纠缠下去呢 是 是不爱你 但是不是只有爱 才能让两个人在一起的 恨你一样可以 让两个人难以分开 许重 我告诉你 只要恨没有消失殆尽 我就绝对不会 跟你离婚 我一定要跟你纠缠到底 许重 那就我法院见吧 许重 你要干什么你啊 你放开我 许重 我告诉你 你最好让我死了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一直纠缠你 你这辈子就想跟我离婚 在 hospital ratios 准游 我妈后天出院 医生说她的血压还不太稳定 千万不能再受刺激 这两天在医院里 听到你的名字 她的情绪就很激动 我在家附近租一套房子 你要赶我出去 我让我妈搬过去 我妈的身体需要人照顾 我得去陪她 这么说 你要跟我分居 是 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在外人面前我还是你的妻子 一切和从前一样 有这个必要吗 有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 何苦还 我不想外人看笑话 好 我答应你 你什么时候同意离婚 告诉我一声 我随时可以签字 进去吧 妈 妈 你住那间屋 我住那间 那是厨房 这个厕所 怎么样 有家不能回的滋味不好受 妈 对不起 我和丁云 我和丁云需要点贡献来处理我们俩的事情 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 委屈无所谓 就是后悔呀 你说我们怎么能碰到这么一个人 妈 我想你保证 我一定尽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去闯 妈 对不起你 妈 你又来了 没事 没事 对了 我把爸的照片带来了 你看看 放在哪儿 你看 妈 妈 to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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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醒了口渴 我想喝口水 结果忘了这不是我们家了 让这沙发角给我绊倒了 没事吧 妈 应该没事 就是筋给扭了一下 妈 明天我去给你买个保温杯 放在床头 晚上你要口渴了 就不用到客厅来喝了 不行 咱们就去医院看看 没事 你跟丁云那事到底怎么样了 你跟他谈过了吗 谈过几次 他怎么说 他不想离 他不让我们好过 我们也不让他好过 妈 你看你又激动了 喝口水 来 喝口水 妈 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谈谈 会解决的 只是早一点忙一点而已 许冲 这事是妈害了你 妈能帮你做点什么呀 妈 你就别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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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管了 来 欢迎光临 唉 请问丁云办公室在哪儿 这边请 好 好 谢谢 请问您找谁 丁云在吗 在 云总 有人找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 你什么时候签字离婚呢 这是我跟许冲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把我气得 心脏病高血压都犯了 还跟我没关系 有什么事回家说 家 哪个家呀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你都把我扫地出门了 我哪还有家呀 丁云 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大小还是个部门经理呢 你怎么做事这么卑劣呀 人又讲良心 我当初怎么对你的 我都把你当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的看 到头来你恩将仇报 刚心狗肺 你叫把我气死 是不是 我跟你讲 今天一定要给我个准信 我跟你没完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 我就跟你去哪儿 哎呀 干什么 丁云 我就知道 你要折磨我母子啊 你不能让我们安省 你不会得逞的 这儿怎么还没收拾呢 爸 你稍后叫人家 夏总 你怎么还在这儿 怎么了 丁云的婆婆都骂上门来了 你说什么 说是丁云在家特别饿 什么虐待老人 然后许冲药跟她离婚 她还死脱着不离 现在又把她婆婆赶出家了 这怎么可能啊 真的 好多人都听见了 那丁云现在在哪儿呢 好像去大坝了吧 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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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好了 好了 没事了 我已经让保安把你托布劝走了 没事了 好了 丁云 我和许冲已经分居了 分居 丁云 我被逼着走投无路了 怎么会这样呢 许冲不是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 许冲是对我很好的 但是她妈妈 看我怎么都不顺眼 她妈妈不是一直都很喜欢你吗 她妈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 性格怪闭喜怒无常的 她今天喜欢你 明天可能就喝你到骨子里 我已经试过跟她好好相处了 我什么都顺着她 我能忍的都忍了 可是她妈妈实在太难取悦了 太难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啊 这婆媳关系本来就难相处 再加上她妈妈那性格啊 但是丁云 这件事情最关键的还是许冲的态度 许冲怎么想的呀 冲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 她就是个大孝子 她妈妈说什么 她都顺着 所以才会现在这样子 那你要跟许冲浩好好谈呢 那你要跟许冲浩好好谈呢 我跟她谈过了 谈过很多次 她也承认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没有问题 但唯一的障碍就是她的妈妈 只要她妈妈在 这个问题就永远都解决不了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在她家附近 看中了一套房子 这样既能照顾她妈妈 又可以跟她分开住 但是 怎么了 人家要全额付款 我们还差一大截呢 差多少 五十二 这不是问题 你的意思是 正好我这儿有 这怎么行呢明月 丁元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其他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这点小事我还是帮得上的 那 那我给你打个欠条吧 或者我 咱们之间用得着说这个吗 明月 谢谢你啊 哎呀好了好了 行了 别难过了啊 作为总经理我命令你 马上下去上班 好了 走 走